传出慕尤丁两个选项 这个是废的 现在谁宣布要大选 谁就是千古罪人 像Shafi'i本来形象很好的 确实他宣布了之后也很多骂他的声音 当然有人可以为他开脱说是穆萨阿曼夺权 没有夺权就不会有大选 但是确实你不管怎样 你宣布大选的那个人都要遭受一定的政治冲击 这点是避不了的 所以我不重复诚哥说的 我就回答大家几个的问题 因为刚刚八度空间也有访问我 所以我直接回答几个问题 就是大家关心很多人问我的 第一就是紧急状态是不是宵禁 宵禁是什么 大家其实什么是紧急状态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大家的想法就是五一三紧急状态 我们不能出门军阀管制军人上街 然后可以直接射杀 只要你违反宵禁令 叫你待在家里没有 我就可以直接射杀你 五一三的紧急状态是这样子 所以是不是一般不紧急状态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答案是错误的 紧急状态在宪法里面 是没有讲明这些 怎样去实行的情况 他就是最主要的关键是 他可以suspend掉宪法 把宪法给冻结 把国会给冻结 其实你冻结掉宪法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的集会自由 言论自由 我们的人身自由 全部都没有了 我们的母语教育权利的 各种各样的权利都没有了 这是第一个情况 因为宪法被冻结了 第二是我们的民主体制 我们的三权分立 三权就是行政立法司法 也没有了 所以换句话说是什么 就是变成独裁政府 政府行政 盖到完 他可以立法 他也可以做法官 所以不等于宵禁 不等于军阀统治 但是实行了紧急状态之后 他可以颁布军阀统治 他可以颁布宵禁 因为他不用通过国会 本来直接开枪射杀人是不可以的 是犯法的 但是他可以直接通过 颁布紧急法令 来做一个法律 实行宵禁 然后任何违反宵禁令的人 可以直接当场被射杀 可以 这个就是1969年的情况 所以大家先要搞清楚 紧急状态不等于宵禁 不等于军阀统治 但是他是可以实现 这两个的一个情况 所以第二个 大家非常有兴趣的是 援手可以拒绝 首相紧急状态的要求 刚才程哥有讲 现在谣传是两个选项 其实有第三个选项 就是援手拒绝 我就跟大家讲解一下 到底援手可以拒绝吗 其实在法律界 是有两个观点 一个说可以拒绝 一个说不可以拒绝 可以拒绝 就是像援手 首相如果说要解散国会 援手是有权利拒绝 这个在宪法是讲到清清楚楚的 如果慕尤丁失去大多数支持 他跟援手说我要解散国会 援手可以拒绝 这个没有争议 但是颁布紧急状态 是没有写明的 他只是说援手如果满意了 需要实行紧急状态 他可以颁布紧急状态 但是在宪法里面有一条 援手所有的行为除非有特别讲明的 都必须add on advice 就是要由首相劝告来进行 而首相劝告的意思是你只能follow 所以有两个不同的观点 我自己本身的观点是援手可以拒绝的 有一个Professor Hickling 我刚才八度空间的时候 也有讲到这个Professor 就是Professor Hickling 马来西亚很著名的宣法专家 他也是同意援手是可以拒绝的 我的道理是很简单 我认为援手可以拒绝的 因为大家还记得之前有一个国安法吗 国安法就是其实跟紧急状态是一样的 首相可以颁布国安地区 在国安地区就可以直接制定法律 可以不用跟住宪法 不用跟住立法程序 为什么这个国安法当时被抨击到体无完肤 因为他可以绕过援手 直接由首相来宣布 所以这个国安法令现在也被cancel掉了 如果元首是rubber stamp 只可以听首相的advice又进行的话 那国安法为什么还要国安法 根本国安法没有存在的必要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才需要国安法 但是我们马来西亚之前的紧急状态 阿公从来没有拒绝过了 所以老实说你阿公要拒绝 他也要考虑很多 到底他会不会拒绝 当然是他的权利 这点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认为最重要 我们要解读为阿公 可以拒绝紧急状态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阿公是我们马来西亚民主 自由三权分立的最后防线 如果阿公不能拒绝的话 那首相不是可以为所欲为 像慕尤丁现在如果像陈哥讲 只是为了牢固自己的政权来 只是停止政治活动 就颁布紧急状态 那谁可以救得了 我们没有认识 阿公只可以是最后的防线 所以如果阿公他没有 他没有行使这个权利 他同意了 我们人民要谴责 很多人会说人民谴责 人民反对有什么用 其实是有用的 泰国最近颁布紧急法令 不到几天就撤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人民大力的反对 同样的道理 不要认为人民的反对没有用 如果大家都认为自己力量太小 没有用的话 那独裁者 这些违反法律的人 才会最开心 如果泰国人民没有反对的话 现在最开心的就是巴育将军 巴育将军不用出来道歉 不用收回他的紧急状态了 所以我在讲最后一个就是 紧急状态有分政治经济的紧急状态吗 其实没有 法律没有紧急状态就是紧急状态 紧急状态是包含全部的 当然因为紧急状态 它suspend了国会之后 它可以直接立法 所以它可以有些领域放宽 有些领域抓紧 比如政治它完全不给你走 经济它给你走 这个是紧急状态下面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法律是没有分政治还是紧急的 紧急状态就是紧急状态 政府说什么政治紧急状态 防疫紧急状态 经济紧急状态 其实这个只是要来忽悠人民 让人民不要太过怕紧急状态而已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预算案怎么办 本来11月6号要提成预算案 很多人会问没有国会了 如果真的紧急状态 预算案怎么办 没有预算案 政府没有钱也是会倒台 其实预算案就是一个法令 它在国会通过了之后 它会变成一个supply act supply法令 攻击法令 所以如果国会被冻结 预算案还是同样可以的 因为行政权 政府可以直接自己做法令 不用经过国会 所以它还是可以动用国库的权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如果慕尤丁政者 用这种下山烂的理由 来做紧急状态的话 全民一定要大力的反对 大力的声讨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来 交回给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